习近平外交最大的赌注就是俄乌战争 他做梦了的期待他的铁哥们赢 无奈美国等欧洲国家集体制裁俄罗斯 大量军援乌克兰 普京如同骑在虎背上上下不得 7月22日王毅外长邀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来访 和平秀这场没有观众的戏又吹了弹唱起来 但虚情假意的演戏难免会被人看出破绽 这波BBC新闻就刊发文章 乌克兰外长访华四天过金五路 但虚情假意的演戏难免会被人看出破绽 这波BBC新闻就刊发文章 乌克兰外长访华四天过金五路 发现了其中的毛利 文章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上周访华 是该国自2022年 俄乌战争爆发后 首次有高层官员到访中国 但值得留意的是 在他长达四天的旅程中 完全没有踏足首都北京 库列巴首先在广州 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 其后现身香港与特首李家超会变 更吊诡的是 库列巴的访华行程还没结束 王毅已经转到了老挝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晤 冷带乌克兰 多名学者分析指出 有关行程反映了中国冷带乌克兰 打发意味甚弄 双方会谈没有实质性成果 但认为这是11月 美国大选前的摸底 行程安排 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库列巴这次访问中国的实际微妙 恰逢在美国大选乱局之际 川普遇刺为随后声色大正 坚定原误的拜登宣布退选 而他访华的首天 正是巴勒斯坦各派别 在北京举行内部和解 对话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让外界密切观察北京 对来访的库列巴有何态度 但他的行程安排 引发了许多揣测 回顾官方最初发布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7月22日公布 因外长王毅的邀请 库列巴于7月23日到26日来华访问 当局没有公布具体的议程 乌克兰外交部在访问前的声明中则指出 与中方会谈主要议题将是寻找制止俄罗斯侵略的途径 以及中国在实现稳定和和平公正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7月23日库列巴抵达中国 官方没有透露他下飞机的时间和地点 外界原本预期他会在北京与王毅见面 但在7月24日官方发布的消息指 他与王毅在南方城市广州举行了会谈 就在外界疑惑广州的选址 以及预料他可能转到北京之际 7月25日库列巴突然现身香港 与特首李家超见面 直到7月26日访华行程结束 都没有消息显示他曾经到过北京 的确这一点相当令人惊讶 研究中俄关系的德国前进学院 国际关系学者杜本博士说 杜本指出在中国外交传统 这类安排很少是巧合的 北京有可能刻意安排会谈在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 象征性的降低会议的层次 外界一直认为北京拒绝与基辅接触 尽管中国政府希望消除这个误会 但刻意将与乌克兰政府的外交互动保持在最低的限度 选址广州的另一个考虑可能是希望降低外界的直接比较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4月访问北京两天与王毅会堂后 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 根据外交的礼节 国家元首通常不会与到访的外长会面 习打破惯例 会见拉夫洛夫在库列巴访华期间 却坚持遵守一般的礼节 两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也许选址在广州是为了让这种对比 看起来不那么突出 访问期间在习近平与库列巴之间 制造了一个空间距离 广州之后的香港行程也耐人寻味 乌克兰外交部投文并茂发稿子 库列巴在香港与特首李家超会面 敦促香港不要被俄罗斯利用 作为回避制裁的窗口 港府则在媒体追问下 得该会面知智不提 杜本博士说 俄罗斯通过香港逃避制裁 绝非微不足道的事 我毫不怀疑这是基辅很关心的议题 但我并不相信李家超能在这方面决定什么 李家超在一国两制下作为香港行政长官 没有任何外交权利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祥指出 从外交角度 中方安排库列巴到香港 有打发的意味 在不重要的地点 见不重要的人 让你自然而退 新加坡国立大学 政治学副教授 卡赖基中国项目研究员 庄家颖也表示 库列巴访华行程 长达四天 显示其重视程度 但他只停留在广东一带 可见遭到了中方的冷淡 他以天朝主义的角度 比喻说 像明清帝国 初始去中国朝共的第一站 先到广州 再看有没有资格入京 现在历史重演 连巴勒斯坦代表都可以去北京 乌克兰反而不行 因为要给普京面子 庄家颖说 中国认为俄罗斯是强势 乌克兰是弱势 北京刻意做出这些动作 去表明对俄罗斯的支持 库列巴和王毅谈了什么 路途车引述乌克兰 随行官员称 库列巴与王毅在广州会谈 长达三个半小时 时间比计划中长 形容这是非常深入和具体的对话 那么这次对话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呢 学者们认为成果寥寥无几 香港进会大学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指出 这次广州会谈后 北京没有公开做出维护乌克兰领土主权的表述 显示出其所谓政治 非军事方法都变相为普京的军事侵略背书而已 广州会谈结束后 王毅次旋即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 事实上中方一直用行动表明立场 迄今习近平在2023年与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 仅仅通过一次电话 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频繁接触 自2012年上台以来 习与普京已会晤多达四十余次 最近一次在今年的五月 第五度联论的普京上任后 随即访问北京并与习见面 双方称中俄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此前两国领导人在俄国战争爆发前夕 称中俄关系无上限 为何要演这一出呢 目前乌克兰战况不容乐观 俄罗斯占优势 而距离美国大选前四个月之际 共和党人参选人川普遇事为谁 现任总统拜登宣布放弃联论 如果川普重返北宫 有可能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持 学者庄家隐论 各方都在位置提前部署和摸底 北京四趟乌克兰现在是否更愿意妥协 让中国找到可以让俄罗斯接受的条件 基辅也希望能够更掌握情况 好拿捏选项 但北约32国领袖7月11日 在华盛顿峰会上发表声明 批评中国成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决定性 助推子 并特别点名了军民两用物资的转让 这是北约弃军为时 对中国最严厉的指控 也是首次指责习近平政府 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 6月在瑞士举行的第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俄罗斯被排除在外 中国也以条件不成熟为由缺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计划在今年11月 举行第二次和平峰会 并认为俄罗斯代表应出席峰会 德国学者杜本预计 中国将坚持与第一次峰会相同的条件 也就是俄罗斯参加阿萨会出席 但就算中国真的参加峰会 也未必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 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总体的做法是制造一种印象 让人以为它在和平进程中是主要的贡献症 但却只做出极少实质性的贡献 只发表一些没有具体措施的普通声明 并在事实上坚决支持俄罗斯 我无法想象这种情况在未来几个月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这一次和平秀 目的是为普京带虚实 鉴于美国大选的形势 当时拜登民调下降 川普获胜呼声高涨 泽连斯基担心美国总统议会会为战争局势带来变化 于是电话创了 毕竟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战争资源国 其次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秦柯 在接受意大利网邮报的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总统会向战争打下去 从而付出更多的死亡和财产代价呢 还是会考虑在领土问题上对普京做些纳步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美国将会对乌克兰施加怎样的压力 而如果放弃部分领土 那里又如何向民众做出解释 毕竟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们为捍卫乌克兰的领土 献出了生命 克里秦柯的话似乎由领土换和平的意味 普京需要了解哲联士纪的真实想法 于是请他的知心朋友从中打探 而乌克兰也不希望与中国翻脸 毕竟一个俄罗斯和朝鲜就够他瘦了 再加上一个中国实在瘦不了 中国真的想调停吗 全世界都知道 俄罗斯之所以撑到今天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哲联士纪当然明白 只是王毅太势力 库列巴表明哲联士纪没有意愿 以土地换和平 坚持俄罗斯撤军并收回克里米亚和支付战争赔款 王毅自然没有兴趣再谈下去 于是便打发库列巴去香港见一个不重要的人 李家超 自己则跑到老窝 与俄罗斯外长拿夫洛夫商量对策 闹句啊 终究是闹句 不是乌克兰看不懂 而是结束总比对抗要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